謝謝采傑這麼的關注 失智症以及這一次慢性病自我管理的發表記者會 不遺餘力的支持 好 看左手邊 好 看一下中間的聲音機 好多粉絲來著 采傑要不要看一下右邊 我們那個失智症這個預防的工作方 謝謝 采傑第一張麥克風 有請我們請采傑來分享 跟大家打個招呼 執行長 副署長還有現場所有的貴賓 最重要的媒體朋友 因為每一次像這樣子的議題 真的最需要的就是透過媒體去傳達給大眾 那我非常榮幸第三次的擔任大使 那其實從最開始的時候的接觸這個議題 其實是從昨日的記憶 就是那時候拍了聖歌上導演的通電 也是作為一對失智 關於失智症的一個各個角度 各個層面的一些 轉換成影像的一些創作 那一直到了 跟著阿瑪尼爾 今天有到場的導演 就是我覺得這一次第三季 我們強調的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 我覺得整個題材上面 其實用了一個我覺得蠻前衛的一個 敘事方式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包括像過去六年的時間 我們組成的這個劇團 然後去到台灣這個地方 去做這個巡迴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這一代的這個年齡的這個 未來要去扛起這個老齡化社會的我們這一群人 因為其實從接觸了這個代言大使的這個身份之後 其實失智這樣子的一個話題 在我們家從來沒有斷過 那包括在通電的那個短片裡面 我作為的是一個直接照顧者的旁觀者 因為我其實最主要的都還是父母的這一輩 再先去直接的衝擊到這樣子對於老年長者的一個照顧 對那當然我覺得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公寓的場合 當然我們不會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話題 好像很值得大家去報導 但是其實包括我自己平時坐車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在播放這個阿曼妮的轉片 其實我心裡就會覺得很安心 因為其實我自己大學的時候社工實習 去到學校可能跟高危險群的孩子們 去做一些宣導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覺得你步步有自信說 在這個當下我可能傳遞這些訊息給你 在這個瞬間你會有任何一個立即的一個改變 但我相信只要我們很一步一步的去把這個網絡給建構起來 這個需要就是隨時大家面臨的時候 你都知道你可以去哪裡去尋求協助 而且我也特別感謝有那麼多的單位可以一起支持 那讓我們把這個對於老齡未來的一個照顧 我們把它就是大家一起把它強盪起來 太棒了 我們最稱職的這個大使掌聲鼓勵 鼓勵鼓勵 謝謝 那我們也是要問一下彩傑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美國士丹夫大學有13個百保箱 預防的Pinball 那你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的自我管理的部分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嗎 除了我對於這個失之症的這個自我的一個照顧 就過去的短片來自於天主教世界老人基金會以外 我也很多來自於我父親 就是剛才我們列出那個病因 有說是肥胖嗎 因為我們這次牛丸書強調的就是肥胖 那我自己的部分其實是腦部的外傷 因為工作的關係 那其實在這幾年也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書籍 那也有特別針對就是可能你在壯年的時候 就是你健康的時候腦部受到壯擊 其實當下可能沒有任何的狀況 但是在年紀到的時候 他直接的就是一個失之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大家真的能夠去實踐自我管理以外 我覺得對於這個議題非常有感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預防 是 謝謝彩傑 3 2 1 是的 點亮全台灣 象徵開啟預防獅子盾的一道曙光 預約一個不獅子的未來 那接下來請各位貴賓 將手中的這個火鶴 好 擦滿全台遍地開花的概念 來 我們現在先請彩傑 對 這裡面台灣有各地 是 象徵著呢 活出健康 讓慢性病自我管理的概念 全台遍地開花 好 彩傑 對 好 執行長 好 朱教授 當然那個副署長 好 朱教授也來找一個 是 還總長 來 黃經理 來 還有陳副執行長 是的 活出健康活力後 接下來我們一起做這個合作夥伴 一同來擦這個 遍地開花的概念 手中的火鶴 展現預防失智工作方全台遍地開花之成果 大家在重畫好可怕喔 好有趣喔 下次不如就真的去一個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最後呢 好 有擦滿了嗎 擦好擦滿了 來來來來 然後最後還是來一張大合照好不好 先有這個儀式的 跟沒有這個儀式的合照一張 還在研究哪個都是不是 掌聲肯定 謝謝 我們再來拍一張大合照喔 這一個 活住健康 好理好 一起來關注阿滿妮動畫第三季 以及慢性命自我管理 是的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在這邊搞一個段落囉 感謝各位一起分享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好 現場有很多的這個相機 我們一起轉向右手邊好不好 來 捕捉一下喔 好 沒有啊 左手邊 好 剛剛拍太多了啦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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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